中天主播单身广 原名王佑正 外形帅气 当初因为贴身采访韩国瑜爆红 为正常发挥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 以犀利言辞批判世事 拥有一票死忠观众支持 王佑正的长相奶油 被分婆妈杀手 天菜主播 而且就算她已结婚 但关于她的花边运势 传言从没少过 也常有粉丝对她施爱 不过她说老婆除了看得很开 还会小骄傲 知情读者爆料 她2016年取得世界十大空姐老婆 据查王佑正的空姐老婆名叫陈天怡 甚至于华航的她岂是大有来头 除了以资深空姐的身份上过综艺节目 2015年 她还被以综合内在美、外在美、综合印象口碑等等指标 代表华航与其他包括中国深圳航空公司、乌拉圭航空公司、智利航空公司等等 受到世界航空小姐协会是一大空姐表扬 陈天怡之前 王佑正被传还有一名主播前女友 是年代有正论女神之称的吴轩怡 据说这两女一男的情爱纠葛也非常精彩 有趣的是 吴轩怡长得其实颇像女版的张志成 其实早在中天之前 王佑正也待过年代新闻台 而她不仅交往主播前女友吴轩怡 后来又被爆出和气象主播周虞如喝咖啡约会 由于曾经说过一张 王佑正与台式正妹气象主播周虞如的亲密照片 一度引发两人争吵 事件闹开之后 也成了电视台间茶余饭后 愈传愈开的一大八卦 曾经有媒体采访王佑正 问及她的异性过往 她虽然没有多做透露 不过回答类似的意思是 以前虽然玩过 但婚后已经专一 然而婚后却还是被狗仔拍到 背着空姐老婆密会女性朋友 当时王佑正一身休闲兼运动的装扮 在下工之后直奔中天电视台的停车场 然后把座架给开了出去 虽然她先往住家的方向移动 不过中途却突然在 北市民权东路六段上的一间咖啡厅旁停住 一瞧 已经有个女生在门口 等着王佑正的到来 人进了咖啡厅 出了聊天 吃甜点 女生时不时还对着王佑正聊拨自己秀发 她看来分情万种 并且别有一番媚态 在咖啡厅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王佑正才跟那名女生走了出来 经过长相比对之后 那个女生就是传闻中的气象主播周虞如 没错 只是没想到两人花边传成这样 王佑正依旧背着空姐老婆 跟周虞如在工作空档约会 两人出了店门还显得依依不舍 周虞如又陪着王佑正吞云吐雾 她一边吸着她的二手烟 一边也洋溢着艳丽而欢快的笑容 离开咖啡厅后 王佑正跟周虞如窝在墙角私语 两人约会时 王佑正经常左顾右盼 谢谢你的招待 周虞如对着王佑正说 难得则回她 好啦倒在约 可以听出除了王佑正帮周虞如买单 两人显然已是固定私约关系 接着王佑正一阵左顾右盼之后 开着自己的车而离去 周虞如则跟朋友们会合吃锅 她曾上过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节目 接着有人找她上模范棒棒堂 但是妈妈反对 自己相对也没兴趣 王佑正刚跑政治新闻时也曾想过参政 但后来觉得一旦参选 全家都会被欺敌 无法保护家人 而且我现在可以反映很多观众的声音 如果从政就没办法继续扮演这角色 违背我进新闻圈的初衷 对于不违背新闻初衷 甚至也被兰英锁定为立委参选人 不过她说 现在只想做好媒体监督的工作 她主持大政治大爆卦 虽然收视算是亮眼 却也曾卷入争议 其中访问农民文旦丢在水库超过200万吨 结果节目因此遭到质疑散播假新闻争议 单身广主持的节目正常发挥 今年一月底因她请年假 一路停播 一度爆出因她个性过于傲娇 导致整组团队全走光 正常发挥粉专 今年3月1日发文 表示团队将再请假一个月 不过后来迟迟没有开播 且传出单身广已提出辞职 单身广透过中天回应 她尴尬表示 不知道怎么回事 并请粉丝等待她的回归 而她过去也爆出不少争议 像是曾经为了采访卡位和同业爆发冲突 2020年主持新闻深喉咙时 还被爆出一段她标骂导播的影片 王又正对着镜头开骂 我刚刚怎么说的 我说直接卡院长 你带我是干什么 听不懂吗 你现在带我是怎么样 什么意思啊 后来导播回话 王又正更火辣 提高音量反枪 我讲得很不清楚吗 还一度气到口吃 最后更大吼闭嘴 面露凶光 让录影的来宾一脸尴尬 而对于此事件 中天低调回应 单纯是工作沟通问题 双方都是求好心切 中天回应媒体到 经了解 单纯是工作上的沟通问题 主持人和制播同人双方都求好心切 想把节目做得更好 新闻部没有其他评论 但是经常看节目的观众会发现 王又正这不是唯一一次对节目组工作人员发飙 他由于对节目的品质要求比较高标准 个人眼里仍不得一丝瑕疵 于是只要工作人员有犯错 无论是导播摄影还是字幕组 无论事物的情节轻重 个性耿直的王又正都会毫不保留的现场指出 有时候甚至话说得比较重和难听 而中天的节目现在都是在网上播出 不同于之前的有线电视 网上的内容有时候也会把这些幕后的花絮统统放送出来 让观众见识到有别于传统电视的播出方式 而王又正的这些作为也为他今天的离开买下伏笔 之前节目停播就有传出王又正因为个性太过傲娇 导致整个节目团队出走陷入停摆 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能暂停播出 于是王又正只能另外筹备新的节目组招揽新的工作人员 而在停播的时候 王又正在网上发文表示自己的架还没休完 一段自我审视自我疗愈的旅程还在进行中 他也提及过去拼了这么多年 经常拖着疲倦身子和脑子却怎么也睡不着 就算放假身体机能也依旧紧奔 但因为有观众们才让他一次次咬牙奋战 如今他决定消化机架 趁此机会展开一段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而至于他改名这件事 据台媒1月11日报道 中天当家主持人王又正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以改名叫单身广 他解释 改这个名字 纯粹是改印 没有要出道 也没有要选举 他不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更不是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不会说话不算话 当时王又正节目一开场 他就向线上2万多名观看直播节目的网友表示 我改名了 叫做单身广 他表示 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要改名 而且连信都改 是要出道 还是要选举而改运 他解释 他的台湾身份证上没有改 只是对外的称呼改了 自己已经39岁了 要出道早出道了 没有要出道 也不是要选举 国民党 民进党的朋友不用担心 也不用紧张 王又正说 人分9岁运势总会有一些变化 改这个名字 只是为了能在工作上 和对人处事上更加顺利 如此而已 看能不能改运 甩开摔印 没有其他目的和想法 至于为何叫单身广 王又正说 命令老师给了好几个名字 但这是命令老师最推荐改的 详细原因说起来很复杂 他也不好在节目说太多 总之改了就是改了 他希望大家之后 能用新名字叫他 之前还传言 王又正将在4月底离开中天 王又正则回应 不知道怎么回事 更表示正常发挥 持续筹组新团队中 单身广坚持做好正常发挥 品质是对粉丝们最好的回报 请铁粉们耐心守候 单身广与正常发挥的回归 让网友傻眼看了一头雾水 对于王又正传出离职消息 自身媒体人朱凯翔 在不演了新闻台直播中提到脱口 他好像坐到月底 他要离职了啦 并表示有粉丝问说 王又正去哪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不见了 正好跟王联络上 对方回 最近忙着健身 看书和当爸妈司机 看来离职后 他也有在好好生活 希望他能早日恢复事业 也祝他能家庭和睦吧